近日,一篇名为《我们的天才儿子》的文章刷屏网络 文中主人公秦晓宇与父亲秦信勇的故事引起民众广泛关注 为此,中心社记者就民众所关心的事宜采访了父子二人 父亲秦信勇表示,自己年事已高,但仍会尽力照顾儿子 金信勇表示,金晓宇翻译的作品很受出版社欢迎 老伴生前最高兴的时刻就是儿子投入在翻译工作中 所以,比他那家也一种顾客吧 我们一家山科以后,他妈妈喜欢安静 他妈妈最喜欢小语在那翻译的时候,他最高兴,小语一直做 妈妈,我这段时候翻译完了,她也好,又有最高兴的事 他妈妈又来一份新的,你慢慢翻,不要太吃力了 他妈妈关心,关心这个事 我也这样,他跟我讲的,这本书翻了以后人家 网上怎么评价这本书的 比如讲,为什么这本书好,为什么他们喜欢 那么他讲给我听,那么我也很感动 金信勇告诉记者,现在自己每月有近6000元的退休金 加上相应补贴,足够二人的日常生活开支 我讲公平不公平,要把自己的心放平 我们讲要有个平安心 你得到的东西是你得到的 抢也抢不及人家 你设计的东西,你不要口气大 这个东西不是你的 你想它干什么呢 金信勇父子所在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目前,社区已经为父子二人分别联系了养老中心与托管中心 对于父亲金信勇希望同儿子在同一机构生活的诉求 社区正在对接协调 金信勇在当天的采访中表示 感谢连日来民众对他们的关注 今后,父子二人希望回归平静生活 他能够对스트를帮助 不忍欲 与ây 识